连颂这番话说的的确不错 一切都是白宁二府的计策而已 白将军作为镇国将军 自然明白杨虎为患者的道理 对于北域的出兵计划只是洋装反对 一来是借此机会让王军对婉欣怀了二人的关系作备书 二来也是最重要的事 这么多年来 白宁两家向来和睦 但由于官职的原因 免不了招致一些闲话 也是时候两家闹闹矛盾 不仅是堵住悠悠众口 更重要的是让王军用起来放心 众位尊神此刻方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只是幌子 看来凤九的繁身和镇宁怀朗 却确实实是缘分不浅啊 这个观点 是众位尊神讨论之后得到的一致的观点 九重天这几日颇有些宁静了 众位神仙大概是对大婚后的东华帝君表现出来的 一贯的平和 以及对凤九帝后表现出来的温柔所蒙蔽了 都认为东华帝君近来十分柔虎了 趁着凤九帝后下凡历劫 便又有了不上女仙动了惊态成功服侍的念头 当然 这些女仙不足为患 压根上不了一时三天就被慧眼如炬的私命两句话打发了 可东华帝君那位被帝君扔到西海学习的 异媚之鹤公主 却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这几日在西海的之鹤蠢蠢欲动似击回九重天 当然 这都是后话 眼下最要紧的是 东华帝君在妙华镜里看着凤九帆身和帆间男子亲密无间的戏马 着实是有些吃不消了 这小狐狸好歹也是个上神了 怎么投胎去了 帆间就一点神足的仙根都丝毫没有了 难道自己在梦中表现得不够明显还是说得不够明白 东华帝君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与此同时 白浅少晚等人更是对帆间的一切新鲜事物十分感兴趣 几百年没有去过凡间 果然是一世一 不仅多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就连凡间的凡人也越来越好看了 白浅忍不住深深叹了口气 道 怎么当初我下凡的时候凡间的英镜小声如此少 到底是奉九命好啊 少晚或许是觉得谈论这些事情一定要有一个气氛场的原因吧 原来是他和白浅各自靠着自家夫君隔了一定距离聊天的 此刻听见白浅的话 少晚觉得远远的参与不过瘾吧 索性站起来走到白浅身边坐下 又朝着承玉招了招手 然后又将白浅往自己身边拉拽了一些 三人这才算齐全 随着白浅的话说道 我在张伟山睡了那么久 醒来之后才去过几次凡间 眼前整日见到的就是老东华老墨渊还是吃吻他们几个 虽说他们的容貌皮像都很不错 但总是少了些趣味 不似凡间的那些凡人生动有趣 承玉听了少晚的话 眉毛一挑看着少晚道 诶 此言不虚 凡间的人啊很有意思的 可惜了 我自从上来这九重天后 便再也没什么机会去凡间了 承玉说着脸上还流露出一丝失落的神情 少晚眼珠一转 突然很大声地说道 不如我们也去凡间瞧瞧吧 一来可以散散心 二来能也和友谊一下小凤酒 你们觉得如何 少晚这个提议所说不算大胆 以前也不是没有去过凡间 但相比于去凡间散心 偶遇凤酒这个事情 更让东华帝君觉得有十足兴趣 众位尊神见东华帝君没有反对 自然也就明白了东华帝君的意思 如此 大家便纷纷应喝着 众位尊神商量着 明日一早便下凡偶遇凤酒 决定一下 众位尊神便陆续告辞 白浅想着自己今日要照顾天同 因此便和叶华一同与东华帝君同回太成功 下凡偶遇凤酒这个决定 自然是令东华帝君喜不自胜 但与此同时 帝君也觉得应该更应该加深一下 自己在凤酒梦中的印象才行 于是 离开妙华境的东华帝君 此时没有用先述直接回到太成功 而是一边走一边思考要如何加深一下 自己在凤酒梦中的印象 白浅叶华二人看着东华帝君的背影 有些摸不清帝君的心思 便在后面跟着 时不时还说两句悄悄话 不知不觉 三人已到了一时三天 刚到一时三天便听见一个女生在讲话 语气中颇有几分可怜的意味 白浅想着 莫不是趁着凤酒不在 东华帝君又招惹了什么女仙才引得如此 白浅满腹狐疑地加快了自己的脚步 因户内心切 不知不觉竟走到了东华帝君前面 白浅走近一看 原来是东华帝君那个异媚之和公主 此时的之鹤公主正义怜可怜柔弱相同 仲林说着话 说话的内容无非就是请崇林新官让她进去 崇林自然是不同意的 不仅仅是因为帝君吩咐过 就算帝君没有吩咐 以仲林对帝君帝后二人的感情来看 崇林也是万万不敢愧对于自己太成功结语花质的称号的 还好 在之鹤死缠烂打之际 崇林见到了站在之鹤身后的白浅上神 崇林拱拱手 向白浅行了礼 抬头又瞧见了东华帝君和夜化天君 崇林心里默默祈祷了一下 希望今日的之鹤公主不会死得太难看 之鹤见仲林如此 立刻转身 竟在咫尺的白浅首先让之鹤吓了一跳 但随即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义兄东华帝君后 之鹤瞬间又欢喜起来 正准备欢天喜地地向自己的义兄问好 却被白浅上神冰冷的话言了回去 白浅上神面无表情 语气冰冷地说道 怎么 之鹤公主是听说我家奉酒下凡历劫 所以特意到太成功来扮柔弱吗 眼前此人 不仅仅是上神白浅 更是如今的天后 背后是天族和青秋九尾狐族 还有昆仑须这三座固若金汤的大山 依着自己那个心怀天下的义兄东华帝君来说 他一定不会为了自己这个一昧于九尾狐族和昆仑须置气的 想到这里 之鹤不得不软下来 道 回禀天后 今日前来 是特意来探望义兄的 白浅冷漠的哦 乐一生 简单一个字 与其中带着质疑 更带着一种不容侵犯的威严 正当之鹤尴尬之际 东华帝君开口道 如无意外 本君一切安好 如果真有什么事 也自有你的一扫凤酒在 你既已去了西海拜师 那便安心地待在西海 不必再上九重天了 东华帝君言下之意 我的一切都有凤酒 不需要旁的人操心 这样的意思 莫说是之鹤明白了 就连正在怒火上又向来直爽的白浅上神都明白了 此刻之鹤的表情更加尴尬 一时之间 众林竟然有些不忍心 便道 公主请回吧 之鹤咬了咬嘴唇 看着东华帝君还想说什么 却又被东华帝君接下来的话堵了回去 昔日姬衡曾拿着他父亲的龙龄 要挟本君时 本君就说过 本君向来不愿照顾对本君有太多想法的人 这样的话本君不想再说第二遍 回去吧 东华帝君说完遍头也不回地进了太成宫 崇林测了测身子 依旧站在宫门口白浅见东华帝君进去了 上前一步 对着知鹤道 从前奉酒在太成宫的种种 皆因我不在 可如今我这个亲姑姑在 奉酒的一切事情便都是我的事 还请公主自重 白浅上神不知何时手中已然画出了玉清昆门扇 此刻那扇子正在白浅手中把玩 知何见状心中意境 这玉清昆门扇他虽然没见过 但四海八荒都知道 白浅上神的法器便是一把玉清昆轮扇 这扇子威力知何是有所耳闻的 知何虽然心有不甘 但仍然向白浅燕华再次行礼后 缓缓走向南天门 白浅燕华也借而进了太成宫 崇林仍在太成宫门口看着知何缓慢的背影 不住叹气随即走上前叫住了知何